我们在Blender里面呢,我们先按Ctrl加N 或者是说到这里来选FileNew,选2DAnimation 2DAnimation里面呢,Don't save,不要存了 接着呢,我们现在要讨论就是 这个按键哦,数字进满区的0 切到透视视窗,切到切为原来的画布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拖拉这一块去转角度 那,呃,再按撕这个,又回来 好,再来呢,我们就是要看一下讲义力 讲义呢,这边可以看到我们就是在2D动画模式呢 它这边左上角显示的是绘图 那,呃,如果说我把它切换成另外一个模式 就是所谓的编辑 其实Blender标准模式是这个,编辑模式 你可以按TAB键去切换 你会看到圆点,就是坐标SYZ是0的地方 我们回到Blender来看一下哦 先切换 切换以后呢,你这边现在是画图模式,你看不到 你把它切到编辑模式,你就看到圆点 有没有,中间按着不放拖拉 这就是坐标0,0,0的地方哦,OK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因为你在画3D的东西的时候 其实你必须要知道哪边是中心点 不然画的时候会出问题哦 再第二个呢,是我们现在先试着练习一下切换视角 刚刚说到视角呢,你可以点这边切换,点这里切换 再就是可以按数字键盘区的0到9 我们来试试看哦 呃,这边切换 第二个呢,就是点这里,点这里,点这里 它可以切换各个视角 另外呢,我们可以试试看数字键盘区的0,1,2,3,4,5,6,7,8,9 这刚刚都提过了哦,好,再回来 接着呢,是我们画的时候呢 其实这里有一个选取模式哦 我们先回到,呃,Draw Mode 按TAB键,切到Draw 先随便画 这个线也太细了,OK 那呃,这边呢,再切到Edit Mode 你会发现它就是有模式可以选哦 这个模式呢,可能它选到的是点 那这个选到的是整个 这个的话,嗯,它是一段一段的 有没有看到,一段一段 那这个是整个 有没有,这个是点 大概是这样子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因为你等一下在调整的时候跟这有关哦 那选到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有像有编辑模式里面有移动旋转缩放 这时候你可以直接去移动它 或旋转它或缩放它 好,OK 好,再来呢,这个就很重要了 因为我们等一下呢,要做一个很奇怪的动作 就是3D Cursor 3D的坐标 3D的坐标是什么呢 等一下在空间里面呢,我要画的时候 比如说我要从这一点画 我可能就要放一个所谓的3D Cursor 就是3D的坐标 3D的一个,呃,游标 那,除了这个地方设了3D Cursor之外 因为这原来预设只是所谓的Origin 就是这个地方 Origin是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我这边切到Draw Mode 然后这边原来是选这个Origin 所以呢,它在画图的时候 反正它就是,呃,这个是原点 但我如果选的是3D Cursor 就不一样哦 3D Cursor呢,它在画的时候会 所以,呃,这边会有一个Cursor 我们这边要选 先开网格 然后网格要开以后 这边再勾3D Cursor 所以有两个地方要选3D Cursor 1,这里 2 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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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圆球打开右边的 呃,向下这个箭头呢 它里面有一个叫做Grid 是网格 在这边,网格 这是地板嘛 然后再来是3D Cursor 那3D Cursor在用的时候呢 你可以Shift加滑鼠右键去点它 比如说我点这里 还是点... 重建拖拉好了 比如说我点... 这里好了 Shift加滑鼠右键 位置其实不太对哦 我可以用... 切回TAB键 然后呢 我可能是不是3D Cursor 我还可以动它 我可以动它 再看一下 它位置就对了 它位置对以后呢 好处就是说 我等一下可能在画图的时候 切到Draw Mode Draw Mode 再动 你可以发现它就是 从这个位置出发的 就是它可以 设定它从某一个 三度空间的一个座标 去... 从那个地方去延伸 去伸展 OK 在这边下面呢 都有这些说明哦 对... Shift加滑鼠右键 就是放那个3D的座标用的 好 先到这里好了 因为我觉得你先试一下 我们等一下才开始真的画东西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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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谢谢观看